大家好,我是小钟 我现在在非洲的多哥 今天早上呢,我们自己不想做早餐 所以呢,就想去看一下 外面有没有当地的早餐吃一吃 我们从来还没有去吃过当地的早餐 所以带大家也看一下 非洲的早餐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现在就到了 去吃早餐 就那儿 那家 公主 公主 这个就是早餐店 你来看一下,点一下 他有什么吗 他是老板吗 这就是不太好 这个地方是不太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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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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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吗 红猪 还好 我跟你拿个椅子过来 坐这还是坐那 坐吧 坐吧 点好了吗 点好了吗 没事 他这个店生意还挺好的 现在他就在做那个煎鸡蛋了 一般这样的一个吃法的话 就是混合了他们非洲和西方的一个吃法 这个炉子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没有看到过 也是应该很有年代的一个炉子了 他们非洲也是烧的液化器 没有天然气 这个是我点的茶 OK Merci Coffee au lait pour madame 这是我的茶 然后呢 现在还开了一个这样的小杂货店 还有一个这样的电视 做我们的 是吧 好像有人杂货店 法官不就这样的吗 是的 这个非洲当地街头早餐店 还可以 鸡蛋比我真的好吃 这个上面就是咖啡粉 然后下面便入 然后他拿着热水来了 他要自己冲 还要自己冲 换一道吧 嗯 再包 够了吧 嗯 街头卖的也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就直接是一个茶包 这是茶 这是茶 红茶吧 英诗红茶 我们不知道这个早餐多少钱一份 待会我们付钱的时候看一下 这个里面就是夹了一个 Omelade 鸡蛋饼 其实还可以 面包还是比较软的 鸡蛋饼 面包还是比较软的 好 太甜了 加点水 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拿杯水放进那儿了 其实别人给你倒了很多烈乳啊 一般人可能都没有这个待遇 所以被喝下去要涨20斤感觉 怎么样好喝吗 跟奶茶的味道有点像 跟奶茶味道有点像 像您说 它这个咖啡喝出了奶茶都有的 我试一下 真的很像 它这个面包呢 就是看起来可能品相不很好 它这个其实就是把棍面包 然后把它切成一半 然后做在三明治 然后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鸡蛋 里面有西红柿 洋葱 然后还有那个大蒜 还不错 煎的鸡蛋挺好的 他们可能应该是用黄油煎的 这个应该就是他们当地人最简单的一个早餐 然后每天早上的七八点钟呢 也是这个店最忙的时候 现在我们吃好了 准备去付钱 看一下多少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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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刚刚也付了一个钱 两个三明治 然后一杯茶 一杯咖啡 一共收了我们一千西法 一千西法呢 和人民币大概是十二块钱的样子 两个面包 可能就是六块钱 然后两杯茶 六块钱 所以物价还是比较便宜的 这个物价呢 也是他们当地人的一个比较正常的物价 所以大家也可见 这个非洲的一个生活水平是怎么样 一个人的早餐的话大概是六块钱这样 跟咱们国内也差不多太多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 阿多美啊 OK 谢谢